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Achair 这个视频我们继续分享Adventor编辑器的Pro版 和Astra主题的Pro版的安装方法 我们书接上文 上个视频安装了免费版 付费版主要是两个插件 一个是这个插件 还有一个是这个插件 我们安装一下 在插件的列表 点击安装插件 再点击上传插件 选择文件 先上传Adventor Pro 点击现在安装 这两个Pro版本并不大 Adventor Pro有两个兆 Astra Pro是1.6兆 安装完成,然后启用插件 然后再安装Adventor Pro 然后再启用 上面有很多提示 暂时先不管它 我们进入页面 新建页面 使用Elementor编辑器 现在并没有翻墙 我用的是北京联通的光线网络 在Element编辑器左侧 基本元素是可用的 因为它是免费版 下面这是专业版元素 是带锁的 因为还没有激活License 没有激活授权 这是免费版和复费版主要的一个区别 另外看一下主题 在外观有一个Astra选项 下面有很多功能 比如颜色背景 字体样式 是兼具 这些都没有激活 在这个位置激活 首先我们激活Elementor Pro 在插件的列表 这个位置有一个连接激活的一个红色按钮 还有一个入口是在Elementor的菜单 最后一个是License 点击连接和激活 Elementor编辑器需要线上激活 先购买再激活 现在是激活完成 我们再看一下页面 新建页面 使用Elementor编辑器 基本元素专业版元素 现在可以用了 接下来激活Astra Pro 在外观有一个Astra选项 在这个位置粘贴授权代码 现在是已经激活 然后可以开启颜色和字体样式的选项 还需要激活一个插件 那就是这个DEMO演示站的安装器 现在只能安装免费的模板库 这节课先到这儿 下节课继续 下节课继续 秀材 永远 想保能性的